我要谈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也不能用这个比喻吧 这个是许多的因为我是牧师 然后这也是牧师们很难我们能够承认或者是讲的 因为这个就代表对牧师而言是好像我们在很重要一件事情上 我们很可能会很关心这个传福音 教会的这个所谓的前门开的是很大 可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却从后门就离开了 而且是离开的很严重 这个是所以信仰的流失 特别在神学院我们在这个教课的时候也提到 75%甚至更高的这个数目是 这个信二代在这个在青少年时期的信仰的流失 高丽娜说她也是一个 我也自己得承认我自己也是一个 可是信二代早是在其实在小学在初中 在高中已经成为迷养 而并不是只是在上大学离开家之前才迷失的 许多的这个报告里面也告诉我们说 这个15岁以后 每五个信二代已经三个都根本都是跟教会已经脱节了 所以那当然我今天没有这个时间这个解释 然后你如果加入我们的这个群里面 不但是我可以把这一些跟你分享 然后我也是更 我盼望的是你也拿到这个资讯 他们就是对他们他们觉得信仰有很多困扰的 无法解答的问题 信仰对他们没有帮助 其实也有他们自己也没有拥有那个信仰 当然是他们也让很多事情 他们忙着学校忙着 当然这中间家长也是这个是 也造成这个问题 他们是忙着做别的事情 忙着这个其他的学业 这个甚至钢琴等等等等 这个父母亲 这个甚至是把这个 你如果没有把考试考好 我就你考试没有考好 我就不让你去教会的主日学 或者是不让你去参加青少年活动 我常常听到这种事情 家长 信徒家长 把这个上教会参加青少年的聚会 当作一个不是奖励而是一个处罚 这是很难想到 但是的确是没有错 另外一个也是我很心痛的 那就是讲到这个 利娜也提到这个信徒家长的彼此的比较 那有很多的孩子 然后他们就说 我不想到教会里面去了 因为上帝没有祝福我 然后所以我再一次把这个就提出来 然后信仰的上师呢 其实也有的预测 那我们怎么知道那些年轻人 他们会远离这个教会 很简单的 他们是这个青少年他们不想去教会 他们在他们的父母眼中 他们是叛逆的孩子 他们喜欢世俗的音乐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上梁不挣了下梁也歪 这个家长他本身就不太热心 如果孩子 如果家长不持续的 或者是有规律的参与教会的活动 我们也不能期望这个他们的孩子 会有这个信仰上 会有这个很稳定的成长 这是很简单的 所以然后怎么样 然后帮助我们的孩子呢 我想在这一点的就是 在教会里面有他们的好朋友 这很重要 然后也鼓励孩子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 这个绝对不是说 我的孩子很会弹钢琴 就请他上去弹钢琴 拉小提琴 不是这个 而是他真的 然后他愿意能够服事 然后家长一起参与 然后参加短圈 然后当然也很重要的就是 这个青少年 我们怎么样继续鼓励孩子 然后读经 然后自己祷告 我们不能永远的陪伴孩子 读经跟祷告 他们一定要养成那个习惯 这是一定的 然后我就不多谈这个 这个家长跟孩子的朋友 这很重要的 因为这也的确是 这个许多的家长觉得 我的孩子不想到教会去 他没有一个有信仰的孩子 没有信仰的朋友 他没有信仰的孩子 我是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